光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這在我們對光的探討上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最早牛頓是用例子的學說來描述光的現象 但是到了19世紀初 Thomas做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實驗 所謂的雙瑕縫實驗 在這個雙瑕縫實驗當中 他發現了光經過兩個瑕縫之後 會在遠方的屏幕上出現了黑白相間的這樣的條文 證實了光是一種波動現象 因為它跟光跟波動所特別具有的干涉現象是吻合的 所以必須用波動的學說來描述光 但是我們必須再提醒各位同學 在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系列的光電效應的實驗 康普敦散色的實驗呢 都一再的證實了光還是遵從了牛頓所謂的例子的學說 這樣的一個新的突破實驗上的發展 還有理論上的一個觀念的突破呢 是我們在下一個單元 近代物理當中要跟同學們分享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下面呢我們就把這個實驗再仔細的看一下 提出這個實驗的科學家呢是 英國科學家Thomas Young 在1801年做出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呢就是用兩個狹縫 當光透過兩個狹縫之後 它會在狹縫之後呢繼續傳遞 在傳遞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計算 從兩個狹縫到達屏幕之間的這個路程有多遠 很明顯的以這個點為例的話 上面這個狹縫過來的路徑比較短 從下面的路徑過來的路徑呢 就比較長 他們有一個路徑上的一個差別 假設這個差別的量呢叫Delta S 就是這一段的長度 叫Delta S的話 如果Delta S剛好滿足了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剛好是跟波長的整數倍相等的時候 就是說 從這裡如果說這裡是波峰 到達這裡也是波峰的話 那麼這裡是波峰 經過Delta S在這裡也是波峰的話 那麼當然到達這裡也是波峰 所以波峰跟波峰會在這裡交匯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建設性的干涉對不對 所以 這邊就會是一個強的亮點 因為光在這裡 光波在這裡 做了一個建設性的干涉 如果往下挪一點的話呢 這一點可能造成的Delta S呢 就會變成波長的一半 那這個時候變成是 這個點到達這裡 如果是波峰 這個點到達這裡 就是變波峰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一個暗點 所以就會有亮暗 亮暗 隨著這個屏幕上的位置 一直挪動的話 就會有亮暗亮暗的條文出現了 就像這個 相片所呈現的 那麼他們是一樣的 就是成功的做出了這個實驗 證實了光應該是有 單色現象 也就是應該是一個波動的學說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圖示 讓大家來看到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 利用波的現象 來解釋最後所看到的這個 條文 黑白相間的條文 那麼 說滿足的條件就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Dsin Theta呢 就這個Delta S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寬度 遐縫間的寬度 遐縫間的距離 乘上Sine角度 Sine這個角度 就是我們的路徑長 而路徑長 剛好是整數倍的時候 就會形成亮點 這邊亮的 而是整數倍 又加了二分之一λ 的話 那麼就會是一個暗點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 批點在這個屏幕上 改變的時候呢 當滿足這個條件的時候 是亮點 滿足這個條件的時候 是暗點 就會產生了 許多許多的 明暗相間的 這個明暗相間的 這個條文出來 這就是Thomas一樣的 著名的雙下風實驗 記得在這個實驗中 證實了 光是一種波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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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雙俠縫 的這個干涉實驗之外呢 單一一個俠縫 也會有所謂的 繞色現象 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講的 當光的波長 跟障礙物的尺度 差不多的時候 就會有著名的 繞色現象 光呢 不再遵守直線行徑 而會繞偏的一些角度 在遠處呢 在不是原來行徑的路徑上 也會有光的傳遞 也會有波的傳遞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中央 直線行徑的這邊 比較亮之外呢 在遠處 比較屏幕的 離開中央線比較遠的地方 一樣會出現亮紋 亮紋 亮紋 以一個光管來看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中央的亮帶 你看看 旁邊都還是有光 會過來 表示這是一個 光的繞色現象 具有繞色現象 當然呢 就是波動現象 所以光呢 在這個 雙峽縫 跟單峽縫的 這個實驗當中 都證實了 它具有 這個 波動的 這個現象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從1801年 證實了光 是一種波動現象之後 到了1865年的時候 馬斯威爾已經證實了 光就是一種電磁波 所以在這邊我所看到的 亮的點 光波 強的點 表示這個地方 是光波所對應到的電磁波的電場跟磁場 打在這裡比較強 在這個暗的地方 是幾乎沒有電場跟磁場的 有光的地方 就是有電場跟磁場的 電磁波 打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以這樣子就把整個光 在19世紀末年的時候 就完全得到了一個 充分完整的描述 光是一種電磁波 它是一個波動現象 它所傳遞的是電場跟磁場 這樣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同學們 在這一章一定要學到這個很重要的概念